大家好,我叫做Matthew,我是Watoto兒童合唱團的其中一位成員 我們的國家經歷了起碼30年的政治通關 首先是亞文總統的恐怖統治,之後是半軍和政府的戰鬥 我的父母就是在這些戰鬥之中死亡的 並且我們整條村都差不多七七八八被半軍搶劫了 如果不是Watoto的合唱團領養了我們,我想我現在已經死了 我們在世界上有很多富裕國家的小朋友是非常幸福的 他們不用擔心起雞飲食,他們不用害怕會不會有些人槍殺 就在明天槍殺他們,所以他們就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 我希望其他國家可以伸出換手,給我們好像我那樣的兒童 不用再在這些這麼艱苦的情況之下生活下去 我希望以後都可以再來這裡演講,分享一下我們的經驗,謝謝 謝謝